高龄化的时代来临 独居长者的比例也跟着增加 想要让这群长者在地乐活 无论是政府或者是民间 都付出了许多的心力 台湾环保协会 他们就响应了新北市社会局的 五福乐活服务 举办关怀活动 无论是上台展现歌喉 还是让热心的美法业者协助理法 都让这群独居长者 感受到台湾环保协会的温暖和爱心 我们今天很高兴 接到社会局给我们的公文 我们可以来办理这个 独居长者五福关怀计划的方案 如周七公所 给公的名单 给我们24位独居长者的名单 那我们志工就 一一的到家中去访市去拜访 然后去把他们的需求 一一的记录下来 把这些承报给我们的 如周七公所 让这些独居长者 他们的生活也得到更好的改善 那让社会上也更温暖 我们都知道独居长者最需要 就是我们把他背叛跟关怀 非常感谢我们台湾环保协会 当年来跟我们爱心的志工 为我伤长到他不眠不休的关怀 我看我们这个独居长做 大家都非常欢喜 大家也要祝福大家一定爱平安 一定爱健康 也爱快乐 政府资源有限 民间力量无穷 新美式社会局 努力和热心的团体结合 鼓励这些有爱心的志工们 除了平日到府关怀访市之外 也能举办活动 独老五福乐活的活动 是我们特别结合我们新北市 非常热忱的这一些公益团体 那由他们除了平常的 独居老人关怀之外 那特别办理一些活动 也许是跟他们庆生 也许是带他们出来走动 那希望带给我们独居长辈 更不一样更深刻的一个感受 那我相信这样的优质服务 可以让我们的长辈生活 能够更顺心更健康 卢州有20万人口 那其实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来说 独居长辈他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其实单靠政府的行政资源 很难去给所有的长辈 都一一的照顾 特别谢谢社会局 然后给我们地方这样的资源 然后结合台湾环保协会 一起来照顾我们的独居长者 在这个端午佳节的时候 可以给这些长辈送暖 那其实在卢州 有很多这样的社团跟公所 一起协力来照顾我们的独居长辈 希望就是可以给我们所有的独居长辈 更进一步的关怀跟照顾 让他们走出来 不要在家里 那其实多跟人互动 跟社会结合 比较不会去退化 也可以预防失智 那希望我们卢州所有长辈 都可以过得平安跟健康 长者们来到这里 除了享受志工贴心准备的茶点之外 主办单位还特别赠送 每一位长者红包 虽然彼此没有血缘关系 但发自内心的关怀 让现场格外的温暖 记者高兴峰林锦瑜 卢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